Hello, 大家好, 我是Billy 之前有朋友問, 它那個Android的手機 為什麼沒有中文輸入法呢? 那今天我就示範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怎樣找出來的手機的自大的中文輸入法 以及介紹大家一個非常好用的中文輸入法 好了, 沒說那麼多了, 我們開始吧 首先, 我要示範一下傳訊息, 試一下 現在是沒有任何其他的輸入法, 除了是英文 那去哪裏找呢? 我們首先要去它的setting那裏 找到你的設定那裏 這樣找到, 這樣就找它的一般管理, 或者叫做general 來到這裏呢, 接著就找它的語言及輸入 那來到這裏呢, 你就看一下它的屏幕鍵盤 譬如是Samsung手機的, 它是自帶這個管理鍵盤 然後呢, 按它進去之後, 來到這裏呢, 那它就有個語言, 語類型了 我按來這裏呢, 接著呢, 我就按管理輸入語言呢 那它, 如果你這些是未turn on 的, 你就現在可以turn on 它 譬如是繁體中文啊, 簡體中文啊, 或者在下面那裏 自己再download一個, 適用於你的語言 這樣譬如我就是要的, 簡體中文, 再要的繁體中文 ok啦, 那吞上了這三個之後, 那樣呢, 我就退出去了 來到這裏呢, 它就會問你了, 譬如你的簡體中文的 你是要它是拼音輸入法呢, 還是筆畫輸入法 那我覺得平時我用拼音會快些 但是如果說拼音, 我不懂得普通話發音的 那我就唯有用筆畫 那這個呢, 就是這個剛剛第二個的, 那個是繁體中文 那你這裏呢, 你都可以用筆畫, 或者蒼鐵去輸入的 啊, 拼音都可以, 啊, OK, 我們現在退出去了 右下方, 退出去了, 那我們就去主頁 那我們現在來示範一下, 看它有味道 打開一個新的訊息, 試一下先, 我隨便試一下這裏 那來到這裏呢, 那你就見到了 它在這裏呢, 見到有一個好像地球那樣的 圓體的圖案呢, 那你就在這裏按, 你就可以轉換它的輸入法了 譬如現在是英文啦, 那我再按一下 那現在呢, 就是簡體筆畫的 那我再轉, 現在應該是繁體的啦 那還有另外一個可以轉的, 除了這個之外呢 你可以在這裏按鍵盤, 這樣拉它過去 可以這樣轉的, 按, 就是在那個 最長的那個空格鍵那個位置呢 向左向右撥就可以了 向右撥就可以了, 向左撥就可以了 那我就可以轉換的 那我在這裏呢, 就可以快速地按一下那個設定 那就可以貼到那裏了 那就來回我們剛才那裏呢 那是那個語言那裏呢 那裏呢, 如果你是那個手機 你是不能切換的, 語言切換的 你要看在這裏呢, 語言切換方法 這裡, 你按一下它 你是可以按 語言鍵去切換呢, 還是 選擇的空格鍵 滑動去切換呢 成年人不做選擇 我兩個都要, 那就選這個了 OK 好了, 這樣就調到你的系統的自帶的 那個語言輸入法 那我現在呢, 就介紹大家一個 非常好用的 另外一個中文輸入法 還有呢, 它同樣適用於Android和IOS系統的 那我們來到 我現在呢, 就用我的Android系統去示範先 那你, 譬如一開始 我都沒有辦法輸入中文的 我怎樣找到那個輸入法 它的名字叫順非輸入法 那你其實直接打拼音 你都可以找到它出來的了 X-U-N-F-E-I 那你按下右下角的Search Explorer 安裝, 安裝 好, 安裝完成之後呢 直接按一個來按開啟 右上方 這樣呢, 你就要步驟1 你要按一按去勾選它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就是你那個 哪我的信揮輸入法 你要打開它 剛開始再按了它再呢 確定 確定 那 someday 這樣就OK了,那我們現在就退出去,右下角 那它就要問你你要選擇你的鍵盤,那我就選順非鍵盤的,這樣我就按同意 那它就問你你要哪一種,你平時用哪一種,最多是鍵盤,拼音的,還是手寫的,筆劃的,那你自己選吧 OK了,允許,允許它訪問你的麥克風,先退出去 好了,那我們現在試一下傳的訊息,打的字試一下,允許 OK了,現在就是這個輸入法,一般的拼音打字,有了 或者你可以拿的語音去錄它的音,譬如 第一次你一定要開啟這些權限才可以,允許的 這樣你現在可以在這裏講,你如果平時講開廣東話的,那你要在這裏轉 可以在這裏選方言,選粵語了,這樣我們現在就可以打到粵語了,譬如我講一句話 你好嘛,今天天氣很好啊,你吃了飯沒有? 講完了,它就自動這樣識別出來,那如果你是,你是喜歡打繁體字的,那你就在這裏,左上角這裏選了 好,我是要繁體輸入的,我們再試一次,你好嘛,今天天氣很好啊,你吃了飯沒有? 是啊,那它現在就已經變成了繁體中文的了,它這個語音的功能呢,還有一個很強大的功能 譬如你可以,你說的字是粵語或者普通話,這樣它打出來的字是可以是英文的 同樣調轉,你說的字是英文的,可以打出來的,也可以的,那我譬如按的,同樣是麥克風這裡 那我在粵語這裡選,那我就去選到那個是隨聲譯那裏,這樣你可以用中譯英,或者英譯中都可以的,我這裡不再展示範 那我譬如我用中譯英來試一下,隨身譯,中譯英,這樣,hello,你好嗎?hello,我是你 那除了這個之外,還有一個是,這些磁褲啊,皮膚啊,那我就不再,因為時間關係,我不再展開來示範,你有空自己來玩一下 皮膚這個都蠻好玩,那你可以在這裡下載你喜歡的皮膚的,譬如你在這裡搜尋一下,連王者榮耀的皮膚都有的,都蠻漂亮的,那我用這個,加羅的試一下 OK啦,下載完了,完成了,那我們現在就試一下,算了好了 那我現在呢,那就變成這樣的皮膚了,還有還有一個呢,就是你的鍵盤這裡呢,你可以在剛才那裏選擇 你可以選擇半瓶瘦寫也可以,九鍵拼音輸入,還有筆劃輸入,這樣都可以的,你可以在這裡選擇 好啦,今天的視頻就來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我的視頻的,麻煩你給我一個like 那我們就下一個視頻再見啦,拜拜! of the video urai